亲爱的同工 大家平安 大家晚安早安 感谢主我们正在看 罗马帝国衰亡史 这一套是英国历史学家 基本以启蒙运动的精神 尝试重新解释 罗马帝国为何衰亡 这一种的角度 的确不是我们所习惯的 第一 我们对历史不太有兴趣 但是中国人很注重历史 我们经常说 我们要以古来评鉴 现在以古见经 这个是我们一直都有的传统 所以今天的现代人 对过去的事情不感兴趣 这个叫现代性 但是华人基督徒 应该对历史有兴趣 我们对历史有兴趣到一个地步 我们从旧约的以色列人历史 可以甚至归纳出 升华出一套旧俗的历史 我们新约圣经一开始 就是四本的复印书 当然你要问 为什么同一个故事要写四次 这个是圣经神学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 一开始就是四本的复印书 其实不是讲基督生平 因为只是他最后这三年 但仍然来讲 我们就以为是基督生平了 以为是耶稣传了 当然不是耶稣传了 跟着有使徒行传 而当中出现的大量 都是罗马的历史 我讲笑啊 只是讲笑 我说为什么要看 罗马帝国率亡史 很简单 因为圣经里面 有一本叫罗马书 就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甚至可以看见 耶稣讲比喻里面 说分钱给仆人 葡萄园的工人 一天的工价 这个Denari Denari 这个十块钱的 十个银子的单元 就竟然成为了 罗马最荒唐的 这个公元195年 是一年之内出现五个皇帝 平均大概每个人 就管两个月了 如果是公司 一定是破产的了 如果是家庭 也是悲剧收藏的 所以从这来讲 我们可以说 圣经里面遍布了 跟罗马的关系 但是今天我们看的第五章 跟我们是最最陌生的 我不知道你介绍 你自己是怎么样 我们如果早期出生的 可能是五零六零年代 我不告诉你 我是什么年 我是来无中去无济的 总之你说 我是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现在不是什么零零代 零零代都太老了 是吗 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年代出生 总之我们距离1945年 49年是很遥远的 很遥远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都是什么 没有经过战争的一代 我们都是战后 虽然不一定是婴孩潮 我们都是战后 post war 我们没有经过逃难 走难 没有经过 只试过 赶不到车 赶着要去交功课 去银行提款 办手续 赶不上时间 我们有赶时间 我们从来没有赶过历史 今天第五章讲的是政变 军事政变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很陌生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习惯 这个法国的专有名词 叫做Coup 你以为是法国的一个甜蛋糕 Coup Danting 你以为是什么 Coup Danting 你以为是什么 Danting Danta Coup Danting 就是政变 就是起义 就是Mutiny 这个是很敏感的字 甚至你今天讲 这个政变 起义 这个是很敏感的字 现在连独立这个字都很毒 那我们很陌生这些名词 但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些事情 因为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著名的 布道家常用的语言 这个是世上唯一不变的 就是改变的本身 我们以为 我们不会再经过战争了 我小时候是约战的 所以你差不多知道 我是什么年代 我跟那个什么 Everybody Everywhere Everything 是同一个年代 那我看着约战 而且我是坐最后一条船 移民的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个是怎么理解呢 那跟着现在 我们爆发了 我们现代的小型的欧战 俄乌战争 我很希望我的这种的录像 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我很不喜欢讲新闻 因为我希望了 五年十年后 还有人会看 我讲的 罗马帝国衰亡史 我希望我这套的 录像不会有衰亡 讲罗马帝国衰亡史 是不衰亡的 罗马帝国衰亡史 是个不衰亡的主题 那因此呢 今天很莫名其妙 我们知道了 我们 其实就算我们讲到这些人物 也没有什么 康默德 我们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不会觉得 这个康默德 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中国 历史当中 这种的昏军 英雄军 一大堆啦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 所以今天来讲 我们讲到很多这些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需要来太过 觉得要将这些的故事 与我们中国历史来比较 因为我们绝对 我们可以说 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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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当中 一样 有大量的这种暴军 这种的 莫名其妙的 屠杀人民的军王 不过我们看罗马历史呢 其中一点很有趣的 你就会发现 我们今天英文里面 讲的这些不好的名称 叫做Dictator 独裁者 还有Tirant 暴军 原来当时候全部是 不单是 没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慢好的名称 在罗马共和国的时候 他们是共和国 就是公元前 祖前500年 一直到基督 出生前后 跟着 就是这一位 亚古士徒 奥古士徒 为了报复仇 就是他的爸爸 就是凯撒大帝 朱利安凯撒 所以这个是 朱利安的时代 就是整个 罗马帝国 第一个朝代 叫做 朱利安朝代 那因此 这个共和国 就被 奥古士徒 亚古士徒 所结束 但是在 这个共和国的时期 有 元老院 没有凯撒 所以 这个很麻烦的 朱利安 就是家属的名称 凯撒呢 是他的 是他的姓 但后来变成封号 因此后来 每一个 罗马帝国的皇帝 都叫凯撒 好像每一个 俄罗斯的皇帝 就叫撒王 这个就是两个 主要的 欧洲的 这个帝国 君王 君王 承船 跟着第三个 就是 东罗马帝国 也是君主制 但是是东方的 君主制 所以在欧洲 名正言顺的 帝国 君王 的 这个 承船呢 只有三条线 其他的 都不是帝国 只是一个 小的王国 他们只是属于 king and queen 只是属于一个 君主 一个君王 还有 他的 皇后 绝对不等同 罗马帝国 他的神圣罗马帝国 因此呢 在罗马 共和国的时期呢 有时候 他们称 这个 好像朱利安凯撒 就是叫做 dictator 他是罗马的 统治者 独裁 其实如果 中文翻译 也不一定带 不好的意思 就是读 就是他是 一位 的裁判者 而这个就很像 今天所讲的 总统制 他是一人一票 这节选出来的 凡是 以会制 并且是用 英国西民制度 的以会制 选出来的 叫做 首相 Prime Minister 这个Minister 就指到是 国会的 内国的成员了 所以有教育部 部长 国防部 部长 而所有的部长 之上 有个Prime 有一位的 这个 叫做 首相 这个也就是 罗马天主教的制度 所以教宗到今天 仍然被称为 罗马主教 而不是教宗 他每次介绍自己 他说 我是方济格 是罗马主教 他不会随便的用 我们今天所讲的 教宗 POP 这个名称的 他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他 真正的 职位 就是罗马的主教 这个是他的职位 他的封号 可以叫做 教宗和教 教王 其实不应该叫做王 所以你就明白了 这个就是 整个 这个历史的成传 所以在这里呢 康默德 好像是一个 史无前例的 一个暴君 但记者 历史当中 几乎 不可能有 史无前例 不可能 那跟着呢 在这里 就讲到 康默德是 什么时候被杀啊 12月31号 大除袭 就是公元192年 公元192年 被杀之后 在这里呢 我们就进入到 第五章了 第五章 也是相当精彩了 因为他讲到的 就是 整个 整个 他讲到的就是 军事寡头政治的形成 和东方文化的流日 那这个第五章呢 也不是很长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的章题叫做 禁卫军出卖帝国 那这个就是 很花析的一件事了 第五章里面 你可以看到 跟着 再提到 康默德之后的 这个叫做 五帝 之年 195年 就是康默德 被杀之后 有短暂的 一个 接班人 跟着 就产生 五帝之年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 很混乱的时期 最后呢 就过渡到 一位 凯撒 就是 菩提 弥乌斯 塞维卢 于是呢 又开展了 另外一套的 罗马历史 那这些历史 都是我们 很不熟悉的了 但是总之 这个 康默德之后的 大乱 195年年的 五帝之年 跟着下来 也是整个三世纪 称为 维基高潮时候的 皇帝 之前呢 就有这个 塞维卢 这个是下次 我们要讲的 跟着 就第三世纪 是维基高潮 就是 第三世纪 就是公元 两百 到二九九年 到二三零年 跟着 到三百年 对不起 这个就是 公元三世纪 跟着一直下来呢 就直到了 君主制 就是 就是 有 东西 两个罗马 帝国 的产生 跟着 最后 大统一的 就是 君士坦丁一世 是第一位 信奉基督教的皇帝 就产生了 君士坦丁皇朝 就是公元 四世纪 所以 我们现在 在 192 195年 是二世纪的尾声 整个三世纪 不值一提 直到 第四世纪 才出现 君士坦丁大帝 因此 整个罗马帝国 对于 基本来讲 康默德 就是 罗马帝国 衰亡的 开始 他是用 这个角度 来讲的 那 里面 讲到 当 康默德 被 刺杀之后 出现的 接班人 叫做 佩提 克内斯 佩提纳斯 佩提纳斯 他本人 不是 佩提纳斯 他本人 不是出生 贵族 而且 相传 他是 一位的奴隶 一个奴隶 可以成为 凯撒 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 他是一个 很 很 努力 勇敢的人 所以他短暂的 是 限制了 静卫军 的 猖狂 但最后 他被静卫军 在193年 3月28号 刺杀 他们还跟着 就做了一荒唐的事 公开拍卖 凯撒的宝座 哇 所以 这兵荒 马乱了 因此 这种下来 这个 佩提 纳克斯之后 就有 这一位的 是被称为 最富有的元老 叫 尤利安 路斯 他真的够胆 去买 皇位 结果他投标成功 但结果他 一样的 就是一个 完全 一无是处的 统治者 在这里 第五章一开始 我想跟大家 讨论一下 就是 基本说到 这个也是我们 很陌生的 军事学 但一讲到 这些军队 军事 我们不要说 讲到军队了 我们每一年 你所在的 国家 或者地方 通过政府的 预算案 一定有国防 的开支的 你会不会 看一看 当然不会了 到底我们 现在一般 世界上的国家 大部分 是 军事国防的 预算 是占我们 整个国家的预算 多少的 八分比 大家知不知道 大部分是 一到 八分之二 如果八分之五 你可以说 他是 穷兵 数五了 他要 建军 所以在这里 基本说 他说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有 八分之一 以上的人 来当兵 这个国家 都会 民穷 财敬 是吗 在这里 我不讲了 我们以后 再讨论了 到底现在 每个国家 军队和人口的比例 是多少 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去算一算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你可以数而出 世界上五大 军队人口的 军队数量的国家吗 将来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跟他还说到 如果 这个不是 暴君 那你记住 这里所用的名词 都是罗马 当时候 他们所习惯的名词 所以这个不是 暴君 这里讲到的是 君王 跟他说到 我们是怎么样 他说 如果我们是用 如果我们是用 数学来算 他说到底 因为 他这里根本没有 说是暴君 他只是说 因为统治者 他如果有 一百个士兵 那他 有没有办法 用一百个士兵 来 保护自己 在一个 一万人的 人口当中 这个 他就翻译成 暴君 所以他说 The tyrant of a single tongue would soon discover that a hundred armed forces were a weak defense against ten thousand passengers 他说 在一个小镇里面 一百个士兵 不足以保护 君王 抵挡 一万人的群众 跟他说到 如果有一万 五千名的 敬畏队 你却可以控制 一个大城市 这个差不多 我 现在通常 两三万的警察 就可以控制 一个几百万的城市 所以 你看 基本 他有些 很现代的观念 跟着下面 就讲到 这个罗马 敬畏军 色控 疯狂的行为 是很有趣的 但是 我有时候 不想将 这个读书会 就变成了 我就按章按句来解释 因为我不是 色经书 我不是解经书 但是是很有趣的 总之 整个 敬畏军 敬畏队 是完全失控了 最后 他们 描写到 他杀害 这个 佩提纳克斯 在 我们的 阅读的一百页 大家可以看 敬畏军 残暴的 杀害 佩提纳克斯 在 一片的 暴风当中 连这个 卫队长 他都明知 众路难犯 明知的躲开了 结果 这个 佩提纳克斯的 老藏人 罗马斯的 总督 他听到 兵变 马上 被派往 军营 他想尽力的 使群众 安静下来 但是却看见 一些杀人犯 敬畏军 用长矛 举着 剃皮 纳克斯的 头颅 欢呼 他就沉默下来了 哇 这个真的厉害 好了 下面呢 就讲到了 于是呢 这个敬畏军 就做了一件 疯狂的事情了 他们就 说不如这样子了 我们就将 凯撒的皇位 拿出去 拍卖 于是有人说 我要给五千 德科拉玛 这个德科拉玛 是什么 结果在圣经当中 你可以看 马太福音 十八章 二十八节 说那个仆人 出来遇见 一个同伴 牵他十两银子 他就 吊着他的喉咙 十两银子 就是那个 Danari Danari 就是这个字了 所以在这里 就是这个 很有名的 这种圣经里面 钱币的单位 Danari 那于是 这里就讲到 他们就 拍卖 皇位 跟着 结果 紧然呢 就有这个 一个 巨富 最富有的元老 他就 买下来了 他投到了 这个 这个 苏皮 苏尔皮 西阿卢斯 他就投到了 这个皇位了 于是呢 又产生 一朝 胡闹局 闹局 结尾的 叫做 尤利安卢斯 这个翻译 跟这个 基本的中文翻译 是有不同的 尤利安卢斯 结果他是被 元老院判死刑的 更多 振作 结尾的是 塞维鲁 就193到211年 总算呢 他统治了 有七年 半年 塞维鲁呢 就推行了 一连串 改革 重新呢 来 尝试控制 这个 不受约束的 敬畏军 但是 尤利安卢斯 他 被处死之后 塞维鲁上位 但是这个塞维鲁呢 也不是一位 贤军了 他当时 改革 敬畏军的办法 就是 允许 其他的 民族和部落 来参军 哇 这个 就接近了 所谓的 雇佣兵的制度 最有名的是 法国 在 二战 之后 很多法国人 都是 反战 很难 招募 法国年轻人当兵 于是就产生了 所谓 法国的 所谓的 外族兵团 有些还包括了 是一些犯了案的 法国人 你去当兵 就免你的 坐牢的 时间 于是 这种的 好像 捷径 雇佣兵 和一般的 民众当兵 还有 应该是 征兵制 还是义务制 现在亚洲 有好几个国家 都是全民皆兵的 那 到底 这个 叫做 全国性的 征兵 一视同仁的 当兵 还是 捷径 好像 美国 英国 和欧洲 很多国家一样 是自愿当兵 哪一个好 哪一个不好 这个在 网络里面 已经有 很多资料 两种制度 都有好处 两种制度 都有缺点 总之 这种的 雇佣兵 外族的雇佣兵 根本没有办法 解决 敬畏军的问题 所以 整个危机 是不断的深化 所以 塞维鲁 是 有心无力 在这里 我想 做 结束之前 跟大家讲 一个特别的主题 就是我们回到 我们所看过的 马基伟离的 君王论 或者君主论 的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是很有名的 因为第十九章 就是将到 马基伟离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理论 讲出来 就是君王是怎么样 他要像狐狸 也像狮子 用狐狸 就是要有 全所 全俗 要有谋略 要有阴谋 阳谋 狮子 就是他是要叫人畏惧的 而 结果 他的结论 就是 君主 一定要 是使 百姓 恐惧 才能够 避免 藐视和憎恨 所以第十九章的主题 叫做 避免藐视与憎恨 很有名 在第十九章里面 他讲了好多 那马基伟离 有时候举的例子 不是罗马 是希腊 特别讲亚历山大大帝 这个又距离我们好远 但是他在第十九章说过 他说 有人对罗马皇帝的生平和死亡 做了研究 他们认为实际的情况 与我的观点刚刚相反 有什么相反呢 就是他们认为不需要 好像马基伟离一样 这么样 好像教父的电影一样 整天提心吊胆 而整天都要用自己的威望 手段 来管制人民 使他们惧怕 你的统治 不需要的 为什么 他说 很多 其他人说 有很多罗马皇帝 行事为人 与众不同 具有伟大的精神秉持 然而这些皇帝 最终都算设了自己的帝国 并且死于那些 谋反的成民之首 像不像我们今天读的第五章 所以 你讲的是精神秉持 要像狐狸 要像狮子 没有用的 马基伟离说 为了答复这类反对的意见 我觉得有必要探讨 某些皇帝的个人秉持 并且证明他们的灭亡的原因 和我的原因是相同的 同时我还要举出一些具体的 一些的时代 好像哲学家 马克斯·奥瑞利亚 和他的儿子 科莫德 就是科莫德 那你注意啊 他都怎么样讲 他应该首先注意的 在其他的国家里面 君主只需要 有和贵俗的野心 和人民来斗争 他们就能够夺权了 但可是罗马皇帝面临的是 第三种的危机 第三种的困难 就是他们必须要容忍 他军队的残暴 而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个就导致很多 皇帝灭亡的原因 因为这些的 罗马的凯撒大帝 既要满足军队 又要满足人民 是很困难的 人民是酷爱和平 所以他们要喜爱 温和谦虚的君主 那像不像今天的选举啊 而人民都是厌战和反战的 所以都要说减军费 但是军队却什么呢 军队希望君主拥有 是上午的精神 而且希望每一年都增加军饷 或者我们叫做国防预算 来满足军队 这里说他的贪婪和残酷 所以那些罗马的皇帝 由于没有上一代留下来的伟大声誉 作为依靠 他们又由于自己没有能力 得到伟大的声誉 来驾驭军队和人民 他们最终就被消灭 那所以呢你看 这个马基韦离 也是好像基本一样 从罗马帝国的统治当中 找出这个结局 所以我想问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 都是与我们切身有关系的 第一 每个地方应该是增加国防预算 还是维持国防预算 有些更厉害是节省国防预算 输到用来方恨少 养兵千日用在一室 你减军费啊 你减军费啊 一定求人得人 最后会有报应 第二 移不移民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移民的 亚洲不太多人移民的 那我是少数 我就移民了 但是我们移民到政体当中 我们应该选择一个怎么样的政体 而这个政体是一种的 代以政治啊 共和国的政体啊 以会制的 还是一个总统治的 统治者的 这些呢 都在第五章里面呢 我就扯开来 将它现代化一点 来跟大家来解说 好 我们以下 我们可以有些讨论的时间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